武漢封城第十天 马路上依旧冷清宛如死城 不过随处可以听到防疫广播标语 三百多名台湾人目前还滞留在当地 一名台商高烧四十度 确认感染武汉肺炎 根据了解这名台商反复高烧四十度 在家自行隔离多天之后 1月31号确诊 紧急被送往武汉协和医院 同住的家人也惊传群聚感染 台商与岳母两人先后都出现高烧症状 目前都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一名从武汉赴深圳探亲的台湾人 也证实感染武汉肺炎 目前约有两百多名 滞留在武汉的台湾人登记 想要搭专机返台 当地口罩大缺货 物资也渐渐匮乏 滞留的台湾人只能自立自强 储备了很多的泡面 干粮 还有买非常多的米 就想要做一次长期的抗战 目前武汉全面进行车辆 向外出还得逐一登记 保全24小时助手出入口 对民众逐一量体温 一出现体温过高 就会被送往医院 禁止进入社区 杜绝疫情再扩散 记者张忽林报道 此诸 谢谢大家